断见或明正觉 你们经常听到师父讲迷惑颠倒 你们知道这个迷惑颠倒指的是什么? 是一个人的心 一个人对事物的迷惑 是因为他的心被这个事物的外向所迷惑 他只看到外向 他没有看到内向 外向是表面上的 而内向是事物的本质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比方说师父讲哪一个人怎么好 师父讲他境界怎么高 师父讲他境界高 是指他当下的境界 是指他当下的修行 你们要听得懂师父讲的话 师父的话不是一句定他终身就一定是个好人 终身就是一个境界高的人 因为万事万物都在变的过程中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没有什么事是永恒不变的 他现在是个好人 不代表他以后也是个好人 他现在境界高 不代表他以后境界也高 那么反过来讲 一个坏人不代表他以后会继续坏下去 一个境界低的人 不代表他的境界会一直低下去 坏人也有变成好人的一天 境界低的人也有境界变高的一天 所以你们要懂得断除见惑心 明正觉 就是断除心中的见惑 用明白的心正知正觉 你们要知道 在修行当中 人的境界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你不能用见惑心一直盯着他的高境界 你也不能用见惑心一直盯着他的低境界 要断除见惑心 要用正知正见去看待一切事物 有的人喜欢用师父的一句话去框架别人 他在讲出自己的个人观点 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师父讲的 这就是师父为什么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 师父会非常客观地去讲 只能点到为止 讲得多了 他就拿着师父的话去框架别人 你们跟着师父学佛法 你们大家都是师父的弟子 你们都是一样的 因为在师父这里 跟着师父修的人有很多 但是有些人并没有真正在学佛 他只是混迹在我们学佛的弟子当中 在打着学佛的旗号 让别人误以为他是在跟着师父学佛 实际上他是混迹在我们学佛的弟子当中 他在做着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这个时候不知道的人会认为他跟着莲花童子师父学佛 他这个人怎么还做这样的事情 在别人眼里 在那些对佛法没有真正了解的人眼中 他会以为这个法门不是正的 你看他这个人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把他看到的事情 误以为是师父教的佛法有问题 他就会误以为法门有问题 他误以为法门有问题 他就会误以为所有跟着修行的弟子也有问题 这就是因为看见了一个迷惑的行为 他没有深入了解 在原有的见惑上 他的心继续迷惑着 他因为看到迷惑的行为 他的思维也跟着迷惑 接着他就会有无名的知见 这个知见最后会变成邪见 有了邪见 他就会讲出自己的邪思邪见 因为他以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而实际上他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其真实的情况是 师父对所有弟子要求非常严格 对佛友间出现的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一再严厉批评教育 师父再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一个人一直很热情地帮着很多佛友放生 他已给佛友放生作为己任 一周放生两三次 很热情地帮助佛友们放生 不知道的人感觉他这个人挺好 经常这么帮助大家 你只是看到了一个外相啊 他为什么会这么热情 因为他在美金鱼的价格上又加了两到三毛钱 有时会加的再多一点 每次放生 少则几千金 多则上万金或几万金 他有这么多钱来赚 你说他会不热情的 师父在帮你们破除见惑和迷惑 没有破除见惑迷惑 你心里根本搞不清楚事实的真相 他以为他看到的就是真实的 而实际上 这个人在做着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纯发心帮助佛友放生 他在原有的美金鱼的价格上又提高了价格 这就是他为什么这么愿意帮助一些佛友去放生 因为他在赚中间的差价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看事物不是只看外向 要学会通过事物的本身 看到它的本质 很多人经常迷惑在事物的外向上 他以为眼睛看到的就是真实的 记住师父讲的话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耳朵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要学会在心中破除见惑心 明正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